清明节即将到来 不少人提早扫墓 带动了金纸和纸扎品的销量 受访业者指出 今年的销量同比增加20%到30% 主要是因为去年的清明节遇上了阻断措施 今年则有更多人外出扫墓 所以购买纸扎品的人多了 记者李一华报道 黄金屋 跑车 电玩 还有防疫口罩和消毒液 位于雾洛的这家神料用品店 在清明节前的一个月 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今年的话有好转 所以说我们也会多买一点 去年会买比较多 今天会比较少 因为有控制 烧的地方也是有限制 业者透露 今年清明节的金纸和纸扎品销量 增加多达20% 为顺应新常态下的网购趋势 业者去年开设新的网上商店 不过不少年轻人还是选择到实体店购买 另外家神料用品网上商店 清明节前的销量同比上涨三成 为方便人们祭拜 各种祭品配套特别抢手 为分散清明扫墓人潮 国家环境局将从明天起到下个月18号 将蔡挫港、万里和益顺骨灰问安治所的开放时间 延长至24小时 万里骨灰问安治所将在11个人潮高峰日实施预约制 开车人士必须预约 明天和后天可预约的时段 仅剩约16%以及近2% 感谢观看